今天的依次国股推介就是中国海外688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话早选选原因是 美国加息地缘政治、内地对互联网、企业监管载燃等因素影响 港股延续震荡 恒指考验23,500点支持 中期方面市场看好港股 可以受惠于价值股重股行情 红丑指数表现将会比较好 看好中国海外的 内防政策趋向放松 中海外金明两年盈利有望回复稳定增长 彭博预料中海外2022和2023年盈利 分别是433亿和460亿人民币 过年增长大约7%和6% 中海外自一月初以大成交 突破19.9价阻力后 股价持续向上 策略上没有持货者可以抛20天线 大约24价附近小住收集 以主要大行一月至今 给予中海外的目标价平均大约27.3为目标 跌穿22价就止洩 店里有少手,前前后 店里有少有样 tus说 店里有少年 提高 店里有少年 它参加 空荣 店以后